家里供菩萨的规矩 作者 佛安古观音阁 家里供佛菩萨仍然要许多注意事项 第一 家里最好供观音 观音是白衣观音 其实是天神 就是神明的性质 闽南家家户户都供观音 土地供 观供 从表法上是菩萨 其实是神 而且因为白衣观音是天神 所以适合在家里供 地藏菩萨 是管轨道的 渡轨道的多 家是阳气多的地方 地藏菩萨是幽明教主的身份位大 所以不适合在家里作为本尊供 除非你天天修这个法门 不间断 释迦佛阿弥陀佛也不适合作为本尊供家里 家是宝平安 阿弥陀佛愿力是接引西方 有些人把家里布置佛堂 布置像个寺庙 是不好的 家是家 庙是庙 要分开的 所以家里只是合供观音为主尊 我说的是本尊 就是家里最大的菩萨 本尊是观音菩萨 有个人说他家里供了佛 但几乎天天吵架厉害 我看了他佛堪 巨大的西方三圣 地藏王 牵手观音 我说 你把家里布置得像个寺庙 尤其西方三圣 以接引西方为主 家里就容易感召看不现的众生 自然就会口舌口脚 寺庙有公式加佛 就一定恭护法神 四大天王 唯陀菩萨 都是管什么 就是管鬼道的众生 不要乱来 你看四大天王 凶神恶煞 震得住鬼 对不对 还有迦兰观公 提柱大刀 有护法神 修道人在寺庙修行才不会被干扰 闽南民间做法是非常好的 就是供三尊 观音 观公 土地供 观公是护法 保佑家里不受邪恶的鬼进来干扰 土地供就是有些管材的意思 中间本尊是观音 而且都是净水平观音 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天神 广大灵感 旧苦旧难 还有些人家里主供释迦佛 也不好 释迦佛要住大雄宝殿的 所以最好不要在家里供世家佛本尊 供观音 最好是滴水观音 不是转法轮观音 为什么是滴水观音 就是滴水观音在道教里头 净水平和阳之都是原始天尊给观音菩萨的道教法器 威力无比 观音菩萨有很多法器 牵手掩 但净水平和阳柳之的法器最厉害 治病 解除灾难 通通靠净水阳柳之 牵手观音 适度恶鬼到众生未多 当然家里念经 多念普门品和金刚经 供神如神在 初一十五要多拿公菜 公果来供养 念普门品等 这样可以培养很多福报 家里供观音 佛堪要前进 不要弄得脏兮兮的 月前进 菩萨 神才愿意来接受供养 才有福报 中国阴阳观念 人是阳 鬼是阴 人居住的是阳宅 不能和鬼同住 所以家里不是合作超度 有些人在家里失时 请来了鬼到众生 送不走 家里就会出现口舌 争吵 要失时就去十字路口就好了 还有个人 问说在家里供修 为什么家里不得安宁 供修如果是供佛菩萨 上供的 那没什么 如果超度 下师这些 和历代宗亲 冤亲债主做的不如法 就会导致鬼超度不了 或者又没有如法请走 使得家里不安宁 佛陀为什么制定戒律 要知道 神 菩萨都是脾气很大的 所以进寺庙才要那么多规矩 那出家人住寺庙 就要持很多戒律 上供还可以 超度就不要在家里做了 家里一般就供门神 造神 土地神 这个最基本保佑平安的 还有供观音的 观音的身份也是天神身份 因为观音慈悲 又旧苦旧难 又广大灵感 在家人在世间奔波 总是怕三灾八难的 拜观音解除灾难是最好的首选